我是西珍第十九期的 那我演藝衍正偉 那我知道唐正偉其實他不喜歡人家喊他正偉 那我有時候自己很私心想要喊一聲鳳 你知道那種攀交情 那我很榮幸我在去年二十期的課程的時候也是我一年 雖然我今天是代理 但是我還是很非常榮幸 那這一次我的功課其實基本上是用我從我上次上過那個鳳的課之後的一些想法 是說我基本上是跟同學分享是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特別特別到 當然他的功功為用就不在這裡最初 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夠學習到一點是 他是一個不但有獨立思考 而且是獨立而完整思考的人 包含是他從他那個生活經驗上 他還有他涉獵的書籍各個方面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有個非常正向積極的 就是說草堂的人我不給他堂吃 我邀請他一起來坐堂 然後大家一起吃 所以會各位發現說從2016年8月入閣之後呢 這兩年接近快兩年的這個時間來 這是他唯一沒有變的那個初衷 就是說他的信念一直存在在那邊 就立人立即共好 那這個在這個社會上是很不容易的 那其實是希望透過今天的這個時間裡面 除了各位所丟出來的問題之外 我覺得 政委的一些思想跟思考 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尤其各位可能是企業主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雇員 就是在我們回到我們職場上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從他身上的散發出來這個熱能 然後回到我們的職場上去分散出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聽他的課非常有趣是 我相信各位應該有在google一些上面的訊息看到就是 他的講話可以連煮泡然後不休息 但是最棒的是各位聽他的聲音都不會累哦 這是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上次上課的時候發現整個堂聽下來 你都會覺得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你沒有覺得說這個老師上課有多辛苦 或是有多boring或怎樣不會 他的聲音是讓你非常舒服的 那還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就是 也是我最近在看那個 蔡總統對那個Fone的一些稱讚 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就是 他講出來的話你不會聽不懂 他說那蔡總統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官員可能想要跟他解釋什麼 可是聽半天聽不太懂 可是從他的口中 你就會發現很深入的東西 變成一個好像很簡單 然後你一下就聽懂明了的 那我希望就是透過接下來的這兩個半小時 各位可以享受一下蔡總統說的那種感覺 還有享受他所分享出來的知識 謝謝大家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對談 在事前當然我有收到體溫單 不過我發現體溫單上面很多問題 現在已經跑在上面去了 所以我想講一下我們的結構 就是從現在開始到五點半 break 一下 然後回來之後再結束第二個部分 那我基本上還是按照 Slido 上面有按讚的數量來回答 但是在體溫單上面如果來不及騰上去 或者剛好沒有拍手機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看 如果第一個階段沒有問完的 那我在休息的那十五分鐘 我就幫忙把體溫單上面騰上去 這樣子就至少是比較公平了 然後在過程裡面也不一定只能用手機跟我互動 如果現在大家是有手機當然歡迎點到 Slido.com 然後收入512 然後就可以幫別人的問題按讚 然後提出新的問題 但是過程裡面任何時候也都很歡迎舉手 那一開始有四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在人工智慧快速崛起的時代 要培養什麼樣子的能力才不會被機器人取代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要回答這問題 我想要先講一下我們現在講的 人工智慧 基本上我們大概可以分成三層 一層是最底層的 我們叫做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或者是說一個 麥克風好像有點 不是Intelligent 我們有備用的麥克風嗎 好 謝謝 好 一個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舉一個很容易懂的例子 就好比像說我們現在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這個車子裡面 本來就已經有很多自動控制的系統 好比像說現在搭的貨車 如果你快要撞到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煞停 好比像說在你刀車等等的時候 現在有相當多的車子 它已經內建了就是判斷旁邊的 你離上來無多遠的這個能力等等 那這些東西其實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機器學習 它就是自動化的一部分 它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它可以在底層 然後不斷地去看環境裡面 有沒有哪些需要你注意的東西 如果有需要你注意的東西 它就冒出來 然後提醒你這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 我們從有自動化以來到現在 大概所謂的電腦 或者Smart City 或者是OIA 或什麼之類 大概都是在講這些事情 這個我們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 那在第二層呢 所謂的Intelligence Assistance 或者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它講的就是說 在我們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等於是電腦跟我們一起做 那一起做的過程裡面 它就可以去學習 好像一個學徒一樣 學習我們做的方式 然後呢 當它知道我們做的事情 大概有哪些重點的時候呢 以後你就可以問它說 我現在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怎麼樣才是一個最好的 或者比較好的做法 那它就會告訴你說 我絕對有這些些做法 但是最後做決定的呢 還是你 那這個使用在這邊 最常見的人呢 就是Google Map 大家如果有看過Google Map 或一些導航的一些城市的話 它大概就是 你也可以用手算 但是用手算會很累 所以它就是去結合 這個現有的交通的資料 然後告訴你說 你現在從這邊看到那邊 你如果要省油的話 有這個開發 你如果要快的話 有這個開發 怎麼樣的這種開發 但是到最後就是 還是你在做那個決定 那這個是第二層 它可能像是一個輔助駕駛 或者是一個 好像秘書一樣 然後幫你 還是自動做一些事情 但最後還是你來做價值上的判斷 那在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除了這種 跟人有很有限的互動 跟人有密切的互動 還是跟 但是最後還是很決定之外 最上面是所謂的Full autonomy 就是你完全交給它 然後你就不需要跟它互動 然後你就相信它 能夠幫你把事情做完做好這樣 那最上面的這個 大概是各位現在講到機器人的時候 可能就是腦中想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不過我們目前發現 就是在最上面Full autonomy的這一層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的運作的方式 它的輸入跟它的輸出 它必須要是非常非常的固定 好比像說它的這個世界 可能就是19x19的一個為期的期盤 或者說它的規則非常的確定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的所謂的utility function 就是說它想要去做什麼 怎麼樣做才叫做成功 的那個定義非常非常的明確 那在這些情況都滿足的情況下 我們在腦裡面有一些不假思索的部分 好比像說看到一串數字 然後認出它的數字來 看到一個人的臉 然後認出它的名字來 可能看到一串中文 然後把它在腦裡翻成英文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在腦裡不需要經過綜合判斷 是腦裡面的某一個中樞做的事情 它可能不到一兩秒就可以做的事情 現在這部分確實它可以服用 等於我們把腦裡面的某一個中樞的 某一個小部分的功能移到身體外面 然後讓它彼此的去進行去處理 那所以只要你在腦裡需要靜下來稍微想一想 然後綜合一下腦裡各個不同的中樞的 這個判斷的時候 然後目前這個能力叫做AGI 就是Artificial Generalized Intelligence 通用式人工智慧 這個東西大家都在想要怎麼做 可是目前沒有人知道要怎麼做 那打一個比方 這就好像是在有牛頓出現以前的 這個造巧的這個技術 或者有牛頓出現以前的化學 煉金術 就是說大家現在都是在覺得 發現說有一些小部分小部分的這個創新 他在試驗的時候發現 這樣子巧步會垮 這樣子巧步會怎麼樣 但是後面並沒有一個 一統的理論來解釋說 為什麼你try這樣子的東西 這樣子會work 那經常大家都是在各種各樣的方向去try的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是在可見的未來 就是大概十幾二十年左右 目前能夠自動化掉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工作裡面 我們說很榮的部分 什麼是很榮的部分呢 就是任何人來做 他的結果大概不會相差太多 他的唯一的差別可能是 你做的比較快一點 或者是說你做出來的東西 他稍微靜止一點 但是他都是在同樣的跑道上面 能夠很容易的用量化的方式去做比較 但是任何人來做的時候呢 都不會動用到你的生命經驗 你的判斷力 或者是你人跟人之間溝通的能力 等等的這些部分 所以越是所謂工具人的這個部分 ROM的這個部分 在以前我們要花很多的時間 請很貴的成設計師去建置所謂的專家系統 才能夠把它自動化 那現在的人工智慧基礎是說 不再需要 而是說你只要是很榮的部分 機器只要透過它的視覺聽覺 觀察你一長段時間之後 它就可以知道掌握做這個的訣竅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說你一定要把你的做事的這個方法 翻譯前機器聽得融合語言 但是現在是機器才可以自動來學習 你的判斷的這個能力 但是這個判斷呢 還是一樣 就是在腦裡不假思索 一兩秒鐘的這個criteria 這個之上的 目前機器沒有辦法做錯的判斷 這個之下的 目前是可以用機器學習來做 好 那所以以上是 算是目前的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概論 但是這個的後面的講法 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是說 當你在工作的時候 如果是越認同說 我是所謂的技能導向 就是我特別擅長做某些事情 做的過程裡面呢 我就是比別人快一點 或比別人省力一點等等 那這部分確實是有可能被自動化的 但是呢 如果你做的這個方向是說 我想要讓社會的某部分變得更好 我想要創造怎樣的價值 那中間所有工具性技能性的東西 是為這個所使用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素養導向 那我們在新的生理國家課綱裡面 所謂從技能導向教學 變成素養導向教學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希望學生 是把自己對自己的價值建立在說 我有多麼自發 就是我看到一個新的問題的時候 我能不能夠自己去想要 有那個動機去解決它 那我的互動的能力 就是我在過程裡面 跟我越不像的人 領域不一樣的 Generation 世代不一樣的 文化不一樣的人 我也沒有可能去這個組團 那第三個是說共好 就是說在過程裡面 我們不要把對方當作工具 而是創造雙方都認同的價值 那以上的這些素養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辦法被 機器學習跟人們受個取代的 這個完全還是人類需要靠 每個人不同生命經驗做的事情 但是呢 這些素養以外的 每一個能夠自動化的容的部分 就是工具員的部分 大概確實可以被配信工具加以取代 所以我想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去檢視自己的工作流程裡面 有哪些部分是融的部分的這個能力 就是introspection的這個能力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就可以出題 然後去請這個目前 大家都愛學AI 然後大家在學AI的時候 最需要的就是 實際從社會從產業界 提出來的具體的題目 所以你就可以去跟這些正在學AI的朋友們 反正在學的過程裡面 也是要做project 也是要做作業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可以變成是它用來解決 你的目前的這個很容易的問題 把它自動化掉 這件事情變成它學習的一部分 那你也在過程裡面學習到說 那些東西是可以自動化的 所以我想只要有這樣子 就是不斷檢視自己流程改善的能力 大概就不用擔心被機器人取代 那當然直到所謂的AI被發明為止 但是目前還沒有 哪一家現在講出來說 在二、三十年之內 到底要怎麼去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說不定它是一直停在科幻小說的層級 當然說不定在四十年之後 我們真的要來處理說 這個人類之外的這個 跟更有智慧的物種 我們要怎麼相處等等的這種問題 但現在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科學的基礎 來討論真的 所以那一部分還是留給科幻小說的作家們去討論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大概就是去檢視這種的部分 然後去把它自動化 有五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在過去訪問裡面 這是因為是一位陳佳平 因為跟這個提問檯裡面一樣 你好 在過去訪問裡面有提到 ARVR技術可以打破台灣南北不平衡的情況 是一種經驗的工作 但是ARVR現在或得或小需要依賴設備以及人員操作 台灣不平衡其實不只是南北 還有偏商還有離島 在缺乏的情況下 ARVR如何帶入資源缺乏地區 讓它普及化來解決區域的不平衡 該地區的使用者 如果對於諮詢設備和軟體比較沒有使用經驗 是否會讓AR跟VR的推廣比較困難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舉一個我自己的具體的例子來講 就是我現在固定在我們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 剛好就這一點 就不用特別照 我每個兩個禮拜就會在台灣的四個不同的行政院的聯合服務中心去巡迴 那這個巡迴其實它就是有帶到所謂的AR 的這個技術 怎麼講呢 就是說 這裡是我們在台北空總旁邊有個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在建國花市隔壁 那這個地方是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說它是政府所提供的地跟有提供一些錢 但是呢上面怎麼蓋 以及這個空間的運作規則 完全是台灣就是上百位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的人士 當時花了五次的co-creation共同創作的工作坊 在這邊還是一片廢墟地下室還在淹水的時候共同討論出來的 所以這就跟傳統上政府所辦的很多所謂預存中心或加速器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這個是純粹用需求反應的方法來設計的一個空間 舉例來講像這個足球場就是喜漢爾這個畫出來的 這邊真的很厲害 你要畫 我還畫不出來 它的很多的擺設都是真正的就是實際在透露社會企業 把他們的特色帶到這邊來 那舉例來講他們說 當時我記得五場裡面有三場都說 這地方一定要有一個廚房 廚房是一個空間的靈魂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真的很棒的廚房 然後不只有廚房 還有人說要一個常駐的廚師 所以我們也有常駐的廚師叫石大陸 真的是靈魂人物 然後大家又說吃完晚飯到活動之後 需要一段時間來沉澱 然後才能夠有這個創新的火花 所以每天都要開到晚上11點 所以我們每天真的都開到晚上11點 假日也沒有休息 然後又有很多人說 如果他們討論出一些事情 但是在政策上面可能被現有的法令 怎麼樣有一些牽制 那他們希望說這個各部會都有人能夠在這邊註點 然後至少當一個窗口的角色來幫忙做反規的釐清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有各部會的朋友們註點 那甚至他們說希望政委 這個就像我們當時在討論這個時候 每個禮拜我都在這邊陪他們一起討論 他們希望這個傳統可以持續下去 所以說他們希望我每個禮拜挑一天 整天都在這邊 所以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就是我的office hour 那我都是在空中 只要願意跟我的對話 這個全文上網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討論社會創新相關的一些政策 那所以這些當然都很棒 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空間大家都覺得 好像是自己的部分的這樣一個感覺 然後很有歸屬感 但是呢在我們這樣子開完office hour 那開到第二三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一件事 就跟這位同學問的問題有關 就是實際會來找我 然後講他們的故事 然後呢參與政策資金的人 如果不是住在北部 就是住在高鐵旁邊 那因為實際上就是花相當多時間來台北 然後只能帶一點點powerpoint 或者只有可能半小時的時間 事實上是不足夠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感同身受的 只坐在這個辦公室 就了解到說 我們很多農社區 很多在做合作生育運動 很多在做住民族的文化的運動 等等的朋友們 他們實際上的那個場地是哪裡 所以雖然我們在這邊辦了很多活動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就馬上決定說 其實是因為是我要移動才對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任何人都可以事先預定我的時間 然後在聯合服務中先去跟我碰面 那在碰面的時候呢 像這邊舉例來講是花臉好了 我們可能有十幾個不同的社會創新的朋友們在這邊 那在meeting之後 很多也會帶我去他們的田裡啊 帶我去他們實際在做 用無人基屬西瓜什麼之類的 這種創新的這個實際的地方 那但是呢像台東 台東就會說 雖然東部服務中心理論上是花東 可是台東到花蓮實際上是要三個小時 所以其實是相當不方便 所以他們在台東大學有另外一個點 然後透過視訊的方法來參加會議 那有時候也是我在台東 反過來是花蓮那邊去視訊 但是不管我在哪裡 我在田裡面還是我在實際 就是去他們的這些地方 這些聯合服務中心等等 我們隨時 這個時候在台北 都會固定有十二個不同的部門 大概二十幾位不同的承擔人 他們就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 就是每雙周的禮拜二 就是要到孔總這邊來上班 所以他們就準時視點 就聚集在這個很大的會議室 然後透過投影的方式 他們就可以看到 不管我 不管是什麼 我正在看到的東西 雖然我去花蓮 他們就會看到花蓮的人 我去台東就會看到台東的人 然後這個是雙向的 那因為是雙向的關係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提出質詢 有人想問衛服務 有人想問這個文化服務 有人想問園民會 課委會 那這些承擔人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就是非常就事論事的 去看到他們的實際情況 然後並且進行處理 那所以對中央部會的朋友們來講 他們就不會一直覺得 好像一直隔著好幾層 就是從制定政策 到實際執行的時候 都只能收一些抽象的報告 他們可以透過每兩個月一次 就是跟特定的弟弟建立關係 慢慢慢慢就越來越了解 當地正在發生什麼樣的社會創新 然後呢 我也盡量用直播 或者用360錄影機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就是很自在的 在他自己所在那個場域 對我這個 講他們目前碰到問題 需要的幫助等等 那一部分也要台北的朋友們 能夠馬上了解到這件事情 那我舉這個例子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例子裡面我們可以發現 所有這些實際在各地 跟我討論的朋友們 他們並不需要學額外的東西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只是就是在 可能還是打出電話啊 或者是在他們的 當地的聯合服務中心 說一下子 討論來這邊的時候 希望他能夠去某個田裡 某個合作社裡面 某個長照服務站 或者哪裡來參訪 但是不是我們把器材帶過去 是我們把360的錄影機 就算是一個圓球的整個形狀 把一些直播的器材 那是各地的聯合服務中心 接下來是各地的縣市政府 要有這樣子一個 能夠直播的一個會議室 但是所有這些 其實是很容易去複製的 就是我們是有一個checklist 然後是很明確的說 你要有怎麼樣子的網路速度 你要有怎麼樣子的投影的能力 你要買哪些地方的鏡頭 用這樣這樣的方式架出來 大概就可以確保說 你在台北或者其他縣市的朋友 能夠就是 不一定百分之百感同身受啊 畢竟我們現在 即使是360 我們也只使用可能三個螢幕投影 我們還沒有真的戴眼鏡的那個程度 但是無論如何 它的感覺還是說 我是在跟一個真正的人 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成情的一個名字 去做實際的這個對話 所以我們整個的目的 這個叫做assistive civic tech 就是輔助式的國民科技 它不是要人來配合科技 它是拿科技去配合人 所以這邊就是兩個很具體的回答 一個就是說我們盡量把這樣子的一個創新的 package 弄成很容易複製一個SOP 那接下來會洒下去讓所有的縣市政府都有堅持這樣子的東西的能力 它事實上現在是我們就是smart government的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讓所有來的人 他盡量是在自己最舒服最自在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們是按照他實際的需要去打造相應的科技 然後去讓他能夠很容易的講他自己想要講的話 那所以這裡面當然未來我想AI也可以扮演很多個角色 尤其是我們現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了 我們現在有好像16個還是24個國語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如果接下來在每個地方 每個人要用自己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文字來進行溝通的話 那這個後面有非常多人工智慧的自動翻譯啊 語音辨識啊等等這些東西可以幫忙的地方 但重點還是說是我們把這些系統弄成很便宜 最好是自由軟體然後把它導入的方式是變成作業的一部分 而不是說逼著大家一定要去某個地方才能夠做事 我們把這些東西帶到大家的面前 所以偏鄉跟離島其實我覺得是我們在接下來的 是在離島柯康上路之後最能夠開始運用這些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前瞻記錄建設裡面用了一筆特別的預算 去確保說學校它都每個學校都有礦品上網的成能力 那當然也包含偏向的一些衛生素 那衛生素當然還有礦品上網再加上我們現在 遠距診療辦法已經馬上就要放寬了 那這些大概都可以做到說以後的醫病關係 不是靠著完全是醫生的巡迴 而是說能夠其實可能經過一次面之後 接下來就是靠著遠距離的方式去繼續保持彼此的熟悉 那這些都是建立在我們把這些infrastructure 就是這些最基礎的東西變成基本的配置 那讓大家是不需要特別去學習就可以去做 所以大家看到AVR可能想到的都是 像HTC Vive那種很貴很笨重的那種東西 但事實上我們在實務上面我們實際deploy下去的 如果不是投影機那也是很便宜的那種小的 它可能內建一個手機裡面不太需要學習的那些器械 HTC的那種很貴的Oculus 那些大概是我們在創作新的內容的時候去使用的 但是在觀看的時候一般來講不會用那種比較難設定 或者是比較昂貴的東西 大概成本不管是投影機也好 或者是portable的VR也好 大概都空虛在3000塊左右以下 所以這應該是還好 有一位三重的金城武 這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邱世遠同學 哈哈哈哈 有一位三重的金城武 問說在傳統社會裡面社會的公益 跟企業活力不能兩回事 其實好像彼此競爭 那跟社會企業能夠觸及到 這個政府平常接觸不到的地方 所以就不是像選擇兩端一樣法和對立 那問題是說要怎麼樣解決社會企業的經營問題 然後跟分享一些成功的一些案例 其實成功的案例 我們最近才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分享會 叫做明日亞洲TomorrowAsia 那所以如果有有空的朋友 就是在這次演講之後 如果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的話 可以去找這個關鍵詞 就是叫明日亞洲TomorrowAsia 那這是我們在台中的文化中原園區 然後是社企劉跟喜漢爾 一起舉辦的一場社企的高峰會 那我覺得這次很讓人高興的 就是說 喜漢爾是 大家可能知道是在高雄 每年都會辦一個年會 社企劉在台北 每年都會辦一個年會 但是這是我們第一次說服他們 就是合併 然後到台中去辦 那這次大概一千五百人左右 然後有非常大的社企劉 市集 大概有六十堂 那每一個呢 大概都是 我們覺得 國內已經做得非常好 然後已經可以走出 我記得一些朋友的貢獻 然後我們邀了單單十幾 十五個不同的國家 的中介組織啊 這個影響力投資人啊 等等這些過來 所以呢 我們一次透過口譯 透過評議 透過這些小策子啊 等等的方式 讓國際的朋友們看到說 台灣的社會企業的能量 所以這是我們 很有意識的 要對外宣傳的這樣一種活動 那在明日亞洲裡面 當然我們有非常多的例子 可以舉 我們現在就舉其中一個例子 這邊是就是 剛才講的那個繩子 就是在舊的治理系統 上的世界的治理系統裡面 我們對政府的想像 常常是說 跟哪些公民是一邊 然後一些發展的私人利益 商業也是另外一邊 然後政府有連在中間 他同時代言組織的角色 就是確保雙方都有代表 代表能夠看到彼此 然後以及一個總裁的角色 就是確保在中間是 比較平衡的 比較沒有誰吃了 比較多灰的 但是呢這個模型呢 在最近十年 受到了很大的挑戰 大概就是 社交媒體 就是社群媒體 跟手機普及之後 大家就發現說 大家不管有什麼關心的事情 其實根本不需要等政府 也不需要等待醫師 也不需要等大的媒體來組織 大家自己有一個hashtag 有一個關鍵字 有一個網站 有一個群組 馬上就組織起來 動不動就十萬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 其實政府本來的那個 作為唯一有效的 合理的組織者的那個角色 其實是大幅的弱化 然後壓力也變得比較大 那另外呢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 在自行組織的過程裡面 他們自己透過所謂 多方利益關係人的調和 他們就可以找到一些做法 這些做法是多應的 他並不是犧牲一邊來成全另外一邊 而是說透過一些創新 他就可以去把社會的力量 把企業的力量 把照顧環境的這些理念 把他們那些治理的力量 全部都統合在一起 就變成是 你反而生意做得越好 對環境越好 對社會越好 反而是你對社會照顧得越多 你的生意做得越好 是一個互相加強 而不是互相抵銷的這樣一個過程 當然這個我們目前把它叫做社會企業 但是在台灣二十幾年以來 就是已經有非常多朋友在做這樣的事情 當時他們還不叫社會企業 這四個字 社會企業是最近五年左右 我們加上去的一個名次 那所以在當年當然 他們寫了非常多不同的組織架構 像主婦聯盟用的是消費合作社的架構 那寫漢兒用的是NPO基金會的架構 也用的是公司的架構 但不管哪一種組織形式 基本上他們都是社會企業 然後也都是能夠去就是整合 剛剛的那幾種不同的力量 那我們最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叫做天賦城市 它是一家社會企業叫做點點善 點點善就是一點一點做善事的點點善 點點善它做的事情是很簡單的 它是一家做社會設計 Social Design的社會企業 什麼是社會設計呢 他們的做法就是他們去看社會上 所有所謂的弱勢的朋友 所有大家現在覺得是 他們需要接受幫助接受服務的朋友 然後他們試著翻轉它 找到在某些情況下 這些弱勢的朋友們 能夠變成強勢或者優勢的地方 那舉例來講 像右邊的那個犀牛隊長 以及這邊的很多這個貓頭鷹啊 這些就是看起來就很厲害的視覺設計 以及當然剛才的那個空總射窗 自己的那個足球場 都是點點善帶著喜寒兒去畫出來的 那其實這方面就蠻厲害的 因為你要我畫我畫不出這樣的東西來 它是非常的有特色 然後也非常有吸引力 那優惑像是說他們也做一些忙人方面的工作 像台灣有一家社會企業叫做 是國際性的叫黑暗對話 The Alarm in the Dark 另外對黃學長就是我們也是像今天一樣 開一個課或者一個共識營怎麼樣 但是呢在中間就有很多活動 有很多互動式的一些活動 這些活動呢實在一個完全黑的 燈完全關掉的 身手不見無恥的情況下去開 那但是呢我們明眼人 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都會覺得手足不錯 然後特別容易傷害心胸啊 那但是當時非常在帶的時候 非常有自信非常堅定的這些引導員 就都是盲人朋友 所以這樣子帶了半天下來 你就會覺得說盲人真的是太厲害了 在這樣子的一種特定的情況之下 他們才是優勢無重 我們才是弱勢 我們才是被照顧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試著一直去創造出一些情況 讓大家對所謂的弱勢的看法沒有改變 所以這次他們找到的題目是叫做接脈症 接脈症應該不需要我介紹 大家應該有碰到過 就是可能他身體有一些殘障啊 然後做的輪椅啊 然後在路上 然後他賣的商品大部分是口腔糖啊 或者衛生紙等等的這些產品 那他們透過社會設計的方法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出 目前接脈症為什麼會被當作弱勢 他們在做他們的服務的時候 從服務設計的角度來看有什麼痛點 所以他們大概歸納出三個 一個是資訊不平等 就是說你在跟接脈症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很少人知道他們後面的business model 很少人知道他supply chain長什麼樣子 所以其實因為這樣的關係就會有些疑慮 覺得說我跟他買東西 我是不是反而在資助這個可能很有疑慮的團體啊之類 所以心裡面會有一些就是不安 那第二個是說他的互動是比較有限的 就是說他可能是說先生小姐心情好 但是你第二次第三次再來的時候 他還是跟你說先生小姐心情好 他比較沒有這個CRM的導入 所以這個時候你跟他比較不容易 建立這個長期的關係 那第三個就是說他的商品簡單來講 就是不管是口香糖或衛生池 比起旁邊的便利商店 其實他並沒有賣得更便宜 所以其實你也沒有道理要長期要跟他進貨 所以我們從一個一般的就是商品的這個flow來看 其實在中間他有非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點點上並不是自己跳進去去把每個地方去做重整 他們做的是一個連結者的角色 去把台灣目前正在做社會企業的朋友們 去告訴他們說你們現在經營的 好像說有家叫人身百味 他們專門幫無家者啊 或者是在街上流浪一些朋友啊 讓他們能夠集結起來 然後比較有系統的 讓他們傳得比較professional 然後又比較專業的一些互動的口條的訓練啊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呢 都只是交給人身百味去做 那在台灣也有像福劇家這樣子的一些 做福劇的資訊相關的一些設計 那這些設計其實很厲害 是所有的隱形冠軍 他們可以找到正確的supplier 把一個冒不起眼的輪椅改造成一個 看起來就很符合人體工學 椅子可以轉90度 有置物櫃 有一個大的螢幕可以播廣告 下雨還可以折起來 等等的一個mobile station 所以它就是去聯繫到 能夠去改造那輛車的社會企業 那當然他們也找到了 好像台北市政府 他們在六月就會一起辦一個活動 因為台北市現在在推廣公平貿易 公平貿易之都 所以他們就聯繫台北市政府去批一些 台北市政府想要推廣的 可能有一些特定的意向的 一些公平貿易的茶 或者咖啡或其他產品 讓上面的產品變得更有特色 那以上呢 都不是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當他們車還沒有真的建造出來 只有這樣子一個概念圖的時候 他們就上了群眾募資平台 去進行群眾募資 那群募的好處是說 他們要80萬以下就超過100萬 但是群募的好處是說 這像湯姆利顯記裡面 那個七強的那個童話一樣 就是說既然我已經掏了錢了 我就覺得好像我有一份 那所以大家就會在群眾募資那個討論區裡面 不斷地去提出各種各樣的想法 說我們現在有這麼漂亮的一台車 它到底還可以再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有很多朋友說 我們在城市裡面很多地方沒有無線網路 愛台灣的熱點沒有那麼多 那這輛車它也可以當作一個無線網路的分享的熱點 或者是說你的手機剛好沒電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 到了這台車上面 它前面就有三個可以充電的 閃電快充的地方 你可以把手機交給它 讓它充電 順便泡一杯這個公平貿易的茶 或咖啡給你喝 然後你們還可以聊聊天 那又或者是說 忽然間下雨了 那這輛車它前面有植物櫃 後面也可以掛愛心傘 所以它也可以變成整個社群去 交換它的愛心傘等等這些地方 那所以隨著每一個地方不同的參加群幕的朋友們 提出來的idea越來越多 這個東西它就變成了一個創新的一個連結的 即amplify 就是放大的一個地方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本來就是沒有冒出來覺得說 我可能對社會創新的生態系 不一定那麼有貢獻的朋友 隨著這輛車開到台中 開到很多其他地方 他們就一個一個冒出來說 我們有一些可以貢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 我們現在這個年頭所謂的社會創新 它是所謂的open innovation 就是說我們做這個 並不是說就做到完美了 事實上有做到很多還可以加強的地方 但是我們透過群幕 透過重包 透過各種各樣的方法 讓網路上面看到這樣一個idea的人 他就可以說像有些銀行 然後台芯還是什麼 他就直接花了10萬塊 就直接等於是贊助了一輛車 然後什麼台芯銀行一號車之類 然後他們就拿回去 然後自己去改造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innovation的發展的方式 它不是傳統的csr 只是好像捐錢做善事 它已經比較接近 就是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說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東西真的是 對我的這個工作 我的服務它是有價值的這個部分 所以服務設計 business development 所謂的supply chain 不只是csr的這樣的想法 就是我們目前在社會企業 在發展上面看到 比較讓人高興的一些發展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在這個上面 去把它納入自己 成為自己的supply chain的一部分 那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那政府呢 政府在這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政府在裡面的角色 我覺得大概有三個角色 第一個是說我們目前的做法 就是我們在這個創新的過程裡面 任何時候大家覺得有挑戰到法規 就是覺得可能會被法規限制住 像剛剛那輛車 它到底算是攤販呢 還是不算是攤販呢 的這種就是法規有灰色地帶的時候 在以前這種不確定性 是讓很多社會創新 沒有辦法發生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做灰色地帶的解消的 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目前呢 我們在中期處 就是目前我們負責社會創新方案的 一個幕僚單位 有一個叫做創新法規沙盒的 這樣一個概念 這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說任何時候 如果法律沒有明文規定 什麼事情不能做 那在以前呢 常常是基層的一些承辦 他們可能覺得說 如果要讓你進來 變成一個合法的做法 這個太麻煩了 還有一些風險 那因為沒有人幫他吸收風險 所以常常就活毀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些個案的判例 區域好像是惡阻了 事後這個新的創新發展的可能性 那現在呢等於是這邊有一群 榮譽的律師 榮譽的會計師 然後一些 就是法規上和的一些團隊 任何時候有團隊來的時候 如果他的創新是法律並沒有不準的話 那他們就會方法去調動各部會的力量 試著把它變成可以 舉例來講 像我們在 就是台灣有家叫做基督教好牧人的一個協會 那他們是做長者 共餐 這個盛食等等的一些造福的工作 那他們呢有很多捐款 他們想要交給專業的經理人 然後去經營一家 就是公司必所行的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這家公司的盈利呢 是回到這個協會來 等於是這個協會想要開一家子公司 那在台灣 基本上大的公司 然後弄了一家同名的基金會 這個是我們很常見的一個情況 但是大的NPO弄一家子公司 其實在此之前是沒有不太過的一個情況 但你回去看法律有沒有不準呢 也沒有不準 事實上是準是可以的 但是主管機關往往都不想要擔這個Risk 所以呢到最後就變成都是說 這個要再評估啊 那一評估就是兩三年 以前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快速需求反應式的 就叫做創新黨魏莎盒 所以像這樣子的案子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很快的去跟內政部 跟衛福跟相關的主管機關協調 一下子就協調出一個事般的判準來 所以只要這個公司 他的章程的使命 跟他上面的這個NPO的 開國會員大會的章程的使命 能夠扣合 只要這個公司 他一直保持著 對於這家公司的控制權利用 所謂的黃金庫 那再加上他們的公益報告 是同時發表的 那這三個情況都滿足了 請同小王就承認 這家子公司是這個NPO的一部分 那這個時候他就可以去引入專業的經理員 引入市場的資金 那他又不會依託他的當時的使命 那我們有處理過非常多的 像這樣子的法規的調適 那這是我們覺得 就是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我們不要造成他們的問題 我們不要把他們 當成這個提出問題的人解決掉他們 相反的我們應該是 幫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在法規調適上面的一個工作 那第二個我覺得我們 很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觀念的導正 我們目前公司法現在正在立法院 那在立法院裡面呢 我們在公司法裡面放了兩條 就是讓有社會使命的公司更能夠去經營 那因為以合作社的 或者是以協會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們本來就可以去進行公益的行為 但是以前我們公司法第一條是說 公司以盈利為目的就這樣子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很多 像剛剛講的那種 以公益為主要使命的公司 在設立的時候 往往會被一些律師或一些投資人 challenge 說公司法第一條都已經說 公司盈利為目的了 為什麼你覺得 你這個賺錢 而不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新版的公司法 應該很快會三度通過 所以第一條 比較特別說 有一些公司 如果自己覺得 它增進公共利益的行為 是跟賺錢一樣重要 甚至更重要的話 它只要在章程裡面寫清楚 那這樣子我們就承認 這樣子也可以採取公司的形態 那在393條裡面 我們也說像這樣的公司 它最好是可以自願的去打個勾 打個勾的話 這個在經濟部的平台上面 我們就會用開放的方式去揭露說 所有自願公佈他們這些章程的公司 在章程裡面 它寫說它有什麼社會目的 它的言語體玻璃 它的公益報告書 等等這些部分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來確定說 掛羊頭賣的是養肉 掛狗頭賣的是狗肉 雖然是天然不能賣狗肉 我的意思是說 想到什麼就要做到什麼 這個就叫做accountability 叫擇性 那大家對NPO的擇性 當然現在是非常的要求 那未來就是採用公私形態 但是去做公益的事情的責性 我們用相同的方式去要求 那這個是從法律上面 來做觀念的導正 這是第二件事情 那當然在行政院裡面 通常這個要做一件事情 不能只是有這個法規而已 還是要有一些錢跟人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推出一個 四年期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那這個是應該已經快要final了 然後很快就會推出來 那社創方案呢 它其實一句話來講 就是讓我們現在幫各部會 一起做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聯合國的SDG的朋友們 不管他是在雲間的第三部門 就是資源部門 或第二部門 就是商業部門 或者是社會企業 那就是二三部門重疊的地方 他們都可以跟政府 是一個partnership的關係 政府不是在把他們當作廠商 或者是在當作這個 就是僱員的這種關係 而是說民間提出一些政府應該做 而政府還沒做的 民間試著自己去做的 做的過程裡面政府了解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一年只能轉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在一年配一年中間 reward就是去獎賞這些看出台灣社會 應該往哪些方向發展的朋友 把他們的工作 試著透過大的活動這些方式 弄得人盡皆知 然後我們自己也能夠 藉此來檢討說 那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 來幫助這些朋友們去解決問題 所以在這裡面編列的經費 不管是做法規調適 價值培育 國際連結等等的東西 都不是往特定的 所謂的top down的施政目標 不是說我們在五加二產也要長出一千家社企 不是那種東西 而是說我們的KPI都是寫成 我們幫忙幾家社企做的調適 我們辦了多少個活動 讓大家更了解到大家的價值 我們去多快速的用巡迴的這種方法 去解決大家的問題 所以這些大概都是所謂的 需求反應跟展現典範等等的 這樣子的工作 那這個是一個四年期的工作 然後目前就是有以下的這些部位在負責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政府的幫助 都是一個很light touch 就是不是去指導民間怎麼做 而是即時的把我們造成的問題 我們去家裡接觸 我們即時的在現有的法規命令上面 加上讓大家能夠認得更清楚 他們在做的社會創新的價值是什麼的 這個部分 所謂導證的部分 以及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子需求反應式的平台 然後即時的去把各個部位 自己的施政方針 也看著社企 或者社會創新的朋友們做的方向 也能夠去導證到 我們覺得比較能夠碰得到 實際人民需求的地方 大概是這三個不同的方向 是我們接下來處理的方法 有外朋友有沒有想要知道說 台灣未來在AI大數據區塊鏈 以及智慧科技的發展上面 有什麼樣國際進展的優勢 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在AI上面舉例來講 我們已經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那叫做 ai.taiwan.gov.tw 那同樣的在智慧科技上面 也有一個 smart.taiwan.gov.tw 基本上也是這樣子 然後它包含連到我們的生意方案 亞系 然後AI等等這些部分 我們就是盡可能的一次把我們所有 我們的vision 就是我們想要在AI上面我們想要做什麼 然後以及我們實際做了什麼 這些部分 讓國外的朋友能夠非常快速的去了解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創新了 因為以前都是分散在各部會的網站上面 然後中文都是先出來了半年之後 英文才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及時的去把這個東西 讓國際的朋友知道 這個網譽台灣govtw是外交部國傳司的 那接下來我們辦公室裡面也會有 外交部的朋友們註點 那這等於是社會外交的一部分 那在這裡面我想特別強調就是 regulatory co-creation 的這個部分 就是法規創新沙盒 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在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一個叫做 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實驗發展條理 就是發展與實驗條理 anyway 簡稱金融沙盒的這樣一個法律 這個法律是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你對金融有任何的想法 而這個想法目前儘管會認為你是非法的 那不管你是要用AI做理財 你要導入區塊鏈去做支付工具 要做P2P的借單 還是要做什麼別的 總之目前金融會不認為是合法的東西 在此之前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在黑市做 然後祈禱不要被抓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你就出國去別的地方做 好 那在我們這個金融沙盒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有第三種選擇 就是說你可以寫一個申請書 這個申請書說我就是要違法 我要違反這幾個這個金融會主管的這個法律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違反法規命令跟自治條例 而且不限於金融會管理 所以你可以說我在實驗的過程裡面 我By the way也要違反內政部的哪些法規 我要違反哪些市政府的自治條例裡面的法律 之類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子做下去到最後 對社會是最好的 這個是對社會有幫助的 不是只是對我個人的 bottom line有幫助 那當然你要寫出一個理由來說 為什麼法規現在擋到你 那這樣子寫出來之後 金融會的朋友們呢 再做一個初步的可惜性承察 確定說你大概是會對社會有幫助的可能性的時候 你就得到了六個月到十二個月的事情 就是可以違法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是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當然並不是每個部會的每一個法律都是可以挑戰的 其實來講法務部就特別提醒我們 你不能實驗六個月我們洗錢會怎麼樣 你本來說這個 我試試看我六個月就是要自助恐怖分子 所以有些事情還是不能實驗的 但是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你大概都可以實驗 所以你再申請順便寫清楚就好 那在這樣子寫清楚之後呢 整個社會就有一個機會 不是看國外的報告 不是看一些抽象的powerpoint 而是看大家實際跟這個技術相處的過程 然後一起來判斷說這到底對社會好不好 那它的困險有一個上限嘛 然後它資料也是要分享的義務 就是說在這個沙盒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說這個技術的promise 它到底有沒有說到做到 還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有一些 他們本來設計的人也沒有想到的一些 比較不好的這個結果 那如果到最後這是一個好主意 那麼恭喜你 那就法規就會因為你而修改 當然你就會開始有競爭者 因為別人也是可以合法進來 那如果法律要因為你而修改的話 我們知道地法院不一定六個月就可以修改掉 所以說實驗可以延長到三年 等到那個法律修正通過之後 這個實驗還是變成合法還是上路 那這個應該是全世界最長的一段實驗期 那這個部分呢當然是一期好的時候 一期如果不好 那這個整個社會都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就感謝你的投資人 幫大家付了學費 下次就不要再這樣子 但是呢 無論如何 這也是整個社會有學習的一個可能性嘛 至少會像旅鼠一樣 一次一次跳下去 至少只有第一知識的一下水文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看到說 在全台灣各地都會有幾十個各種不同的實驗冒出來 然後在這中間可能有四五個能夠帶領我們的法律人往前 那金融沙河只是其中第一個 那我們下個禮拜的院會就會送到立法院下一步沙河 它叫做AI Mobility Sandbox 就是無人載具沙河 無人載具呢它不像國外 是好像只有在一定的速限裡面 只能測試自駕車 無人載具是陸海空都可以的 你可以開一開飛起來 你可以這個飛一飛之後又跑到海裡跟人船 都沒有關係 然後在上面的東西不一定只能載人 也可以載貨 所以任何運用AI的技術 在這個運輸方面有幫助的 只要你找得到地方政府能夠接受你的這個想法 像我們常常之前到澎湖的一些三級地道 他們就非常需要無人的運輸船 那因為他們有非常多的這個醫療需求 目前甚至是海巡的弟兄在幫他們當這個運輸船來使用 像這些部分 尤其是一個偏向的部分 我想當地的地方政府就特別會願意去說 在安全比較無餘的情況之下去進行這樣的一種無人載具的實驗 那這種實驗呢 其實我們不等到這個 不等到這個法律通過 我們其實目前在MIT Media Lab跟我們社創中心的合作下 我們已經跟北科大的朋友們 已經在試驗這個無人載具沙盒的一個雛形 這個叫做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有一陣子如果你經過空總的話 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這種三輪車跑來跑去 那這些三輪車我覺得蠻厲害的是說 第一個它是完全open sourced 就是說它上面運行的程式碼 以及它的這些資料的標準等等 都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北科大的學生可以很便宜的就自己蓋一蓋 然後用上面便宜的LIDAR 然後去試驗說這個車如果有人招手叫它停下來 它能不能撞兩個大眼睛 讓別人知道它在看哪裡 或是說在上面有什麼方式跟旁邊的人溝通等等 就是說它有點像是就是人跟籃 慢慢互相巡化成現代智人跟狗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雙方各自都學到說人在看這邊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機器它眼中看到的這個程式是怎麼樣 如果發生事故了 我三輪車撞到人其實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它是很慢的一個車子 但是如果發生事故了 那你可能帶著VR或你推過螢幕 你就可以看到說從它的角度來看 在當時它在想什麼 然後人跟機器要怎麼樣去溝通 所以這種co-domestication 就是互相巡化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PEP在我們社長中心實驗最大的一個收穫 我覺得大家都越來越知道說 當這個東西就是融入人類社會的時候 人類要怎麼樣去跟他們相處 安全的撞到人也會怎麼樣 人撞到他可能他會怎麼樣 在每個情況下去進行實驗 那當然為什麼我們這個還不需要法律 就是因為三輪車是行人物權 所以其實並沒有任何需要實驗的部分 但是未來如果有別的形狀的車子的話 那他慢慢的就會需要這樣子的一種無人載具煞河 那國外的大部分做像Uber要做Uber Air 或者NVIDIA要測他們的原型的這個 就是不太適到這麼算車的載具啊這些 或者是Amazon有在做那種無人的載貨機啊這些 這些大廠都覺得相當興奮 因為在以前他們在進入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都要先有萬全的準備 那但是呢事實上技術你若不實際讓人知道的話 其實你也不知道當地的這些社會是怎麼樣覺得說 怎麼樣才是好的溝通的模式 所以說溝通的模式比起你保了多少線 或者是你的這個城市嘛 有多少數學想看過 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接下來在無人載具煞河 以及這些所謂的法規的共同創造 Core creation上面會提供的這樣的空間 當然前兩個沙河過的時候 我們現在還在想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區域社會創建沙河 那就是當地的好比講說一個縣或一個市 或甚至一個區 實際它的社會的需要它出體去滿足 但是呢他說我要就是做這件事情 我要排出一些中央的法規 我不能只是放開我的資質條例 那像這種反應當地需求的這種沙河 其實也是我們目前正在規劃的 這很可能是第三個沙河 那我們看到前兩個沙河 我們的這個討論裡面 其實我們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以前不管是Finance還是Mobility 我們以FinTech來講好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很多創新者 他提出了一個 目前其實法律也沒有說他一定不能做 其實法律還沒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承辦人的反應它就是兩種嘛 一種是說我如果就讓你過了 讓你能夠營運的話 他可能要花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去討公文作業啊 要主管要蓋章啊 要去做必要的解釋啊等等 這個是一定的工作量 但他如果是直接把你駁回 說你不准做的話 那其實對他來講是沒有成本的 他就是說不准做 成本都是你吸收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很多基層的承辦 尤其如果他的長官沒有很強的政治一直去支持他的話 他還是都是打保守牌 就是以駁回為優先啦這樣子 那但是呢 我們在看到這個FinTech沙盒出現之後 這個狀況是有一些反轉的 所以說當你一個新的申請案過來 你要判斷它的釋法性的時候 如果判斷 那法律也沒有說你不能做你是合法的 我只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泡公文的作業 但是我如果把你駁回的話 我要陪你玩六個月以上 對不對 因為我一駁回就進入沙盒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incentive的轉變 所以我們反而看到很多基層的朋友們 而且尤其是因為這個沙盒 讓剛剛有一種跨部會的協調一個機制 他可以把它的風險分散 而且讓他的incentive變得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比較新的 但是又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東西 現在慢慢都開始放寬了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推這個cocreation的時候 看到的另外一個好處 所以我覺得這些國際上的優勢 大概都是說台灣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有非常完整的integration的一個地方 不管你是有軟體來這邊找硬體 不管你是有硬體來這邊找測試場域 不管你是有了一些測試場域的資料 來這邊找AI的分析師 不管你是有一對AI分析師 要來這邊找軟體 大概台灣都可以提供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大廠 Google、微軟、Amazon、IBM 在台灣都是幾百人幾百人開始爭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發現說 我們目前有了外國人才專法 有了新的產創條例 以及有了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沙盒之後 台灣忽然變成一個相當attractive的 可以去做這種跨領域的實驗的地方 而且目前知名度還沒有非常高 所以先搶先贏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大廠都在這邊來佈局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倒不一定是說 我們在單一的科技上面 一定是說要這邊發明要在這邊做 而且說我們在這邊是有點像剛剛點點扇一樣 把各種不同領域的長展結合在想要創造出一種 之前都沒有看過的社會創新 然後再發揚到各個世界的不同的區域去replicate 有四位朋友們想知道說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接下來三年五年十年的生涯規劃 有沒有機會找到切入點跟我一起合作 這是一個非常好問題 有按讚的意思就是有五個人想要跟我合作的意思 馬上講 對馬上講上去 其實真的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我現在對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它跟以前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很大一個差別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整個生態系裡面 我們並不是說只有一個社會企業才能夠進來這個方案一起合作 包含非營利組織一路到傳統的營利企業 你只要你的mission跟我們現在這邊所提出來 能夠解決社會問題有一些對峻 基本上就有非常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那我們把我們現在各部會想要做的社會使命 這個想要找的一些solution 一些open challenge 大概都放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這個網站 它的網址是se.pdis.pdisp.tw. 這是一個短的網址 所以在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目前政府 我常開玩笑說我們31個部會 就是30個NPO 因為這30個都不是要賺錢的 只有一個中央銀行是要賺錢的 還有國發基金 但是就是說這幾個NPO 這幾個部會 每一個都有他們今年想要結合 不管是公司型態 基金會型態 協會型態 合作社型態 或者是單一的個人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在這裡呢 它的做法就跟以前的所謂的獎助金的做法相當不一樣 我是希望每個部會的承辦 在這個表裡面 它填的是它想要看到的東西 它能夠提供哪些服務 它的聯繫方式 以及它的承辦單位 以及它做接下來資訊揭露等等這些方式 都要直接公布在這個上面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其實很多朋友們常常覺得說 如果我是公司 我就是跟經濟部打交道 如果我是協會 我可能跟我的主管機關 衛福部或者文化部打交道 如果我是合作社會 當然是跟內政部打交道等等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 就是各部會都有非常多 你看它的名字 可能不知道它正在推行 但是它目前就是很在意 而且也正在推行的一些計劃 那這些計劃好像說外交部 目前就很希望就是 從事國際交流跟活動的工作 更多的能夠交給NPO來做 而不是外交部自己做 那像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透過這種巡迴的過程 然後像這種社會創新的政府資源 然後盡可能去美和想要一起工作的朋友們 去跟這些承辦人的接觸 那這個時候它就不一定是廠商 也不一定是contractor 不一定是UMP 而是可以是說 你本來就在做某件事情 那政府覺得說 我市政方向跟你是相扣合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把這件事情完成 像這次在台中的明日亞洲 就是這樣子 所有的議程都是社氣流跟西寒兒 跟李立國際去決定的 那政府就是補上他們需要的 像擺攤的那個位置啊 幫他們找場地啊等等這些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跟群場不一樣的觀念 就是以前這種情況下大家就會覺得說 誒承辦人是不是在圖利廠商 但是現在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把 不會想要看到的 mission 就是它的不管是哪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是比較像是一個組隊或加盟的一個概念 那就是基本上民間的朋友們可以說是 就是政府不管做不做都要做 但是政府可以說 那我就進來去幫助他們 去把一些政府做起來比較快的方式 去加以這個解決或者加以放大 那這個其實就是G0V的一個概念 G0V基本上就是政府還沒有做的 民間覺得需要做的 就做一次給政府看 然後希望政府超過去的這樣子一個想法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臨時公務觀測網就是G0V的這個 Airbox的這個計畫 LASS這個計畫 可能有朋友有聽過 就是空氣盒子 這個計畫呢 它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很希望知道 目前PM2.5的這個狀態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呢不是只是環保署的側站 環保署當然接下來三年要補上萬個側站 可是它只要沒有補到你家或者學校旁邊 那對你的意義可能還是有限 所以這邊就是有很多朋友用很便宜的PM2.5偵測器 直接就放在自己家自己辦公室自己學校 然後呢又透過中演員的教授們寫出來的一套 開放了一個系統 直接把它上傳到一個雲端的一個平台上 然後就可以每一個觀測器都不是很準 可是加在一起 可以看出一個蠻好的一個趨勢來 那它已經有2000個左右的這個觀測點 那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因為這些做的時候 其實它是威脅到環保署的公信力 很多時候這個數字跟環保署的如果不一樣的話 即使環保署的這個測戰是很準的 大家還是寧可相信這個 因為這是大家一起架出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在亞洲 尤其是東亞 我們不需要到2000個測戰 我們去國際上的時候 很多朋友告訴我說 如果是在我們國家 就是他們的亞洲別的國家 不要收到2000個測戰 到20個就可以請去喝茶了 到200個就消失了 就是說 至少要徹底的 威脅到政府公信的東西 在亞洲國家其實是 就算號稱比較民主的國家 其實不一定是很被鼓勵的 那在台灣我們是完全相反 就是我們並不怕說這是獨立搶商 或獨立社群 政府一向都是暴使的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當時在編那個前瞻 就是數位建設的時候 我們就編了四年四十一 然後他做的事情 我們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 就是把所有的這些民間 各種不同社群收集到的資料 政府自己收集到的資料 那也不只是空污的資料 也包含水品質的資料 或者是一些地震的預報的資料 或者是災訪來的時候 就是各種各樣的避難所的資料 或者是橋樑啊 什麼路斷掉的資料 或者是說運針結構等等這些資料 所有這些沒有各自相關的這些資料 全部都收集到國防中心的高速運算平台上面 那這樣有個好處 就是說目前在空污的這個題目上面 我們有很多教授很多老師 自己有自己的一套運算模型 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資料來源 可是他們不一定用彼此的資料來源 然後也不一定用彼此的運算模型加以比對 所以到最後就是說就不科學 因為你不知道哪邊的預測力是因為它的模型好或壞 還是它的資料多或少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至少就先把資料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後呢任何人都不一定 他還是可以下載資料 但他不需要 他只需要把自己的演算法上傳到國防中心的平台 即使它是用到很多AI GPU的計算 我們那邊也有很充足的運算能力 所以任何老師的模型都可以直接在那個地方 調動到所有的氣象跟所有的水文的資料 然後去進行驗算 那驗算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哪些才比較有預測力 哪些可能還需要加以改進 所以這是就事論事對話的第一步 從我們政府的角度來看 那另外我們也請工業院去做到便宜的國產的PM2.5的感測器 那這個一方面可以發展成一個產業 那二方面也可以讓這些朋友們目前最大的痛點 就是單一的感測器它常常會飄 對這個問題加以解決 所以我們這個打破就加入 這個是完真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是希望說 像現在很多朋友現在有無人機了 就會在測證上空一百兩百三百里去測高空的資料 那這些我們都有些新的模型 可以告訴我們說到底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移動哪些是非移動的污染源 那這個對於我們公共政策討論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一些候選人們希望我們在這個選前趕快把這套系統上線 但是我現在很難promise 不過選舉是一時的啦 我想這個就事論事的討論是比較重要的社會價值 那在我們堅持的過程中 因為社會創新它其實是不太需要成本就可以擴散的 任何時候在顧及研討論 有人講了這個例子的時候 當地一聽到的朋友馬上就可以把一些open source的程式下載 然後自己挑一些供應商 然後自己又架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臨時公務官司的網絡 它已經是一個全世界的網絡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也是 就是政府的角色跟以前相當不同的 就是說我們就不是好像指定民間 民間一定要怎麼創新 我們讓民間的貢獻力比我們強是一件OK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跑去全世界去宣揚說 你們的公民社會要跟我們的公民社會合作的話 這比人批好便宜的城市嗎 要不要這樣子 所以就算這樣子的態度我覺得也是 跟之前政府的態度有相當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不會好像什麼都一定要是政府 邊預算做的才是服務才是有價值 跟大家一起合力創作的 甚至根本就是民間做的 然後我們只是交給外交體系宣傳一下而已 然後這樣子也是一種合作的方法 所以我想有非常多的切入點 那實際的切入點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細的切入點的話 可以看那個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我自己的工作大概都在做SDG時期 但是各位的工作很可能是在做 就是每一種SDG都用 那SDG永續發展目標 它是一系列有點像是圖書館 所以系統一樣 你可以很容易的用三個數字 就可以扣合到全世界 就是聯合國已經告訴所有的會員國說 他們要接下來的十年左右的時間 要往哪些地方做一些共同的發展 也是我們現在國際援助上面 用的一個標準的分類好 所以只要你做的事情能夠對應到 任何一些具體的SDG 那不只在我們行政院永續會 能夠跟政府做的事情加以對齊 我們接下來的社會創新方案 也都會對齊這些SDG 然後去說 我們把台灣所有正在解謀給SDG 分享問題的朋友們 把它結合起來 所以現在各位當然就有一些功課可以做 就是了解一下SDG 然後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跟SDG的指標 稍微先做一些結合 那我們接下來相關的方案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繞著這些SDG的分享 去當作切入點 那這個大概是接下來三年的規劃吧 社長方案是三年了 五年十年我還沒有想那麼多 雖然技術上來講 政府委員這個職位好像沒有年限限制 可以做到14A呢 但是 但是 這完全是看大家覺得 我在什麼位置上比較幫助 那我目前這個位置 我是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 我在入閣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聽我講過的時候 我是所謂持守的安娜奇 就是 入閣之後 我不會提長官資局 然後不會下命令 那當然反過來講 我也不會接受命令 我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想陪伴大家 然後去協調大家 去找到共同的地方 然後從共同價值裡面去找到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 那我不斷地問這兩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共同價值 有沒有大家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 基本上就是我工作的全部 那社政委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位置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碰 部會都不想碰的東西 他想辦法讓部會 就是碰到各自該碰的地方 或者把部會彼此採線的部分 稍微解釋清楚 然後讓大家各自回到各自該做的事情 那除此之外 其實都是部長的權限 所以我目前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這些 就是各個部會都有相關的 但是呢其實每個部會 都沒有辦法當作唯一的主責 那我在這中間去進行協調 那這個部分 當然是我目前的 等於說做事的方法 有一位畢竹同學說 今年4月28日晚間 進一盆公司 位於桃園市平城工業區的廠房 發生五名火災 消防員為了搜救場內的 二名失聯移工 曾遭趴陷青島的重機局壓住 造成無死 器人輕重傷 二名移工責任未能獲救 請問我們是否能夠用機器人來救火 或者運用AI來改善信用的消防資訊系統 以避免消防員的傷亡 當然可以 我記得那一天的時候 我就晚上就被交回行政院 然後我們就所有的政務委員 然後包含剛去慰問的院長 然後剛回來 然後跟我們軍榮部長 還有這個李英文的書長 我們就一起來討論說 接下來可以怎麼樣做比較好 那確實就是機器人救火的這件事情 在他們的健保裡面是開在非常前面的 就是說消防署很希望能夠去導入這種 比較先進的遙控的這些科技 然後去進一步的去審視 這其實不一定需要用到AI 就是像鐵達年號的那個遙控技術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做得到了 它不一定需要那個機器人在當場去做什麼判斷 因為人在外面燒不到的地方 基本上就可以用一個具有方式做一些判斷 所以這些部分 那確實消防署已經變列預算正在做 包含無人機這些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可能也跟AI不一定完全相關 但是也是資訊相關的 就是我記得那時候 就是環保署他們的法律目前正在修 因為以前的毒物化學藥劑管制法裡面 好像只能管到那個廠房裡面的一種化學藥品 但是所有其他的因為不算是就是就是有毒化學物 它只是別的法律管的部分 所以在他們的環境的那個雲裡面 就沒有把它跟當地的消防局去做通報 那所以就變成是說他們去的時候 雖然看得到這個二維的平面圖 但是在裡面的相對的各種物品的配置裡面 它只看得到一種那其他的部分大概都看不到 那這件事情是蠻可惜的 因為事實上是有這些資訊 並不是沒有 那只是說因為一些法律限制的關係 所以它在借接的時候 它就直接接了與法有據 依法行政的那一部分 那這部分的法律修正 事實上也已經在立法院了